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来到老胡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来一起看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名字 叫猫眼看人间 好,首先从这个封面图以及频道名字 你能够猜想这个频道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不太明显,对吧 在上面有个猫 猫眼看人间 看人间什么 事态炎凉 人间百态 还是正能量 还是好玩 还是滑稽 不知道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不是一个在第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这个频道内容的 那么如果你要想通过名字来 或者是这个封面来展现你的频道内容的话 那现在这种做法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好,那么当然作者讲猫眼看人间 他这样的取这个名字总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可能他是一个有猫的人 拥有这个猫的人 或者采用猫的这样一个角度 或者是管中溃暴 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什么 那么我们等下看看 会看看是否能理解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一种道理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频道的封面图 并没有看出频道的任何的内容 首先的主人公 现在重复了这个频道的名字 主题都没有出来 你没有告诉我 你这个是学英语的书 还是这个 我不知道 笑话故事的书 什么都没有 你类别都没有告诉我 信息非常有限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频道的简介 大案凶案去案 世界各地的案件的千七百怪 哦,讲案件的这一类东西 那么如果你是讲案件的话 如果你要强调猫 猫主人 这个是 我叫猫探长 如果特别喜欢猫 那么就是猫探长 也比这个名字要好 或者是叫 比如说 这个频道的主人公叫德夫 那我叫德夫讲案 讲案件 德夫说案 这都比这个来的简单直接 我们现在很多人取这个频道名字 希望总是高大上一点 希望总是别致一点 但是忘掉了 这个频道名字最直接的 就是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你想干嘛 就很专业 如果你讲我是德夫说案 那我就知道 哦,这是个案件类的 你是德夫 那么这样子 一有这个印象 马上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不要试图把它弄得多复杂 这个站点的名字叫谷歌 谷歌什么意思 雅虎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 你想微软 这个最起码Microsoft 很有意思 他一听他有联想 他知道什么意思 谷歌不知道什么意思 成了以后 讲他这是个好名字 没成的时候 这不是个好名字 所以我们在这个取这个频道名字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点点 要直接就是把你的主题弄出来 好 那么是讲案件的这一类 那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页面里面 视频页里面看什么 看封面图 大家看这个封面图 觉得怎么样 后面开始调整 前面都是主人公再加上一个背景 文字比较小 文字变化 不断的变化文字的字体 文字的字体的颜色 我讲了这个封面图的四个一字性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子 那这个封面有什么问题 这个封面图的问题在于背景 很杂乱 和这个人的衣服的颜色 非常之接近 那么你让我看这个封面图 你希望我的眼睛落在这个人上面 还是落在背景上面 还是落在这些字上面 一个封面图不能有多个重点 你得让我第一眼的眼睛停留的 就是放在显著的位置 显著的颜色 显著的这样一个图形的元素 让我能够知道 那么封面图出现人 很不错 直接就是因为人是 最吸引别人眼球的 所以我讲过封面图 如果出现人的话 人物出现这个脸部 第三出现表情 那像这个东西是 没有什么表情 自然表情 自然表情 所以就没有办法 让别人能够产生联想 看一下Mr.Beast的封面图 它全都有表情 全都有表情 表情表达什么 表达某一个情绪 表达某一种情绪 所以封面图里头 要出现这个 有情绪性的这样的表达 如果你不是情绪性 只是个人的一种 这个像IP一样的呈现的话 那你就没有必要弄这么大 因为弄这么大 别人的眼睛 第一是看到你这个上面 看到这上面 没有办法能够提取任何附加的信息 对吧 我看到你这个人 我会猜想是某个明星 还是什么 不会 没有这些额外的信息 所以观众直接就是滑过去了 那这个不一样 黑底 你看出现字 那它就是没有办法 让它的这个注意力 一定是在这四个大字上面 那这个问题是 这张分析的问题是 这个字太多了 你让我看闪 还是看这个进进进进进 然后看这边的进进进进进 太复杂 太多了 你实际上就是黑底 没有任何图形元素 就像这个 这个预阅红一 就四个字 然后弄一定的美术体 让它感觉是个恐怖片样的 这个效果就快好了 好 所以像这个封面图 是有问题的 标题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等一下回头再来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视频 我放一些片段 然后我边放边讲评 我用的1.5倍的这个速度 播放快一点 省一点时间 一上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为什么 求订阅 一上来不要 要求别人做任何事情 这个 你没有跟别人建立信任 或者是提问别人价值以前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求订阅 求转发 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放到后面 或者放到中间都可以 这个 是由相当一部分人 一定比例的观众 对这种做法是极其反感的 即便是他不是那么明确的会出来反对 但是这是一个很强烈的 给别人的一个暗示 你在做这个目的 做这个内容上比较自私 就是我上了 要求你 要求你 开头的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好 大家终于在这边看到猫了 欢迎收看猫眼看人间 我是德夫先生 韩国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杀人回忆 好 这期节目讲的是14年 连杀12个人 然后他从一个电影开始讲起 是以华城连环杀人案为原型拍摄的 这个案子在韩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凶手连杀10人 在1991年为时代的宠恶 所以没能抓住犯人 在2019年的时候 通过DNA比对 一位在监狱服刑的男子李春才 被列为重大嫌疑 会专门做一期节目 今天要讲的这期 发生在山西洋 片头讲了一个韩国的电影 一分钟 然后现在才开始真正讲这一期节目的 中国的一个案子 所以这个片头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跑掉的原因 那么观众怎么跑掉 你看一下后台的数据 14个 观看完成度只有23% 但这期节目 大家注意了 它的展示点击率有11% 是所有的点击率最高的 也就是说这张封面图 是所有的封面图最好的 我们回头看一下 封面图跟别的都不一样 你看简单到就是四个字 实际上我就讲 还有很多这些禁 只要一个禁就可以了 这个禁应该是比比较小的 因为你主题就是这四个字 雨夜红衣 不要那么多禁 那么还会更好 但这个故事讲 最开始讲得太长了 观众受不了 前面一开头就骗掉了 就跑掉了 人家以为你一开始就是讲电影 讲电影不是个真实案件 那他就没有多少兴趣 就走掉了 讲到一分钟的时候 我估计起码一分之三四十的人 已经走掉了 所以像这一类的片子 你一上来 就是要给这个案件的特性 进行一个总结 这个案件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个人连续14年杀他这个人 居然笨警察 一直抓不着他 然后或者他是多么的侥幸 居然是连连用很笨的办法作案 居然都没有被抓住 但是最后老天有眼 天网恢恢这样子一开局 大家马上就要来听听 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案子 有意思 我想来听 那他这个导言太长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东西 跟这个故事无关的东西太长了 这个是写报告文写 写这种歌颂类的文章的题材 都是从这样子来 然后大量的感想 然后体会 然后就经常举这个例子样的 这个描写英雄的时候 在那个牺牲了一下 这个场景一幕幕的闪过 不会闪过 没有闪过 所以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闪过 不要做这种演绎 或者是评论 好 我们再看 第二个样例 大家好 欢迎收看猫眼看人间 我是德夫先生 在美国有一个商人 他热爱公益 事业有成 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曾经受到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卡特的会见 并且合影留念 他叫约翰伟恩·盖西 是美国中上层成功人士的模板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常在慈善会等公开活动上 扮演自己设计的小丑 定期进行筹款活动 游行 并且为住院儿童表演 然而在小丑的装扮之下 盖西是一个 残杀了33人的连环杀手 讲到四十几秒 才开始 所以前面讲的这东西 并不是讲它是不必要的信息 但是节奏太慢 大家是看一下一个小丑杀人的这个故事 进来以后 你应该第一个上来 前面我不讲 前面30秒是最要命的 这30秒里头又分成前面15秒 和后面的15秒 最好做到前面15秒 直接就把这个东西 能够巩固他 对这期节目的兴趣 他的兴趣从哪来 看了你的封面图 看了你的标题 点击进来 他看的是一个小丑 半小丑杀人的 然后你上来 这样的娓娓道来 他没时间 因为所有的人看到一期 10分钟的节目的话 他点进来并没有承诺 花10分钟给你 他点进来是 给你一个机会 试试看 这个试试看这个机会 往往是前面的15秒到30秒 这样一个长度 所以为什么前面30秒 跑的人极多 所以前面一定要一句话 把它定义下来 在人人喜爱的一个成功的伤人里头 在世俗眼光里头 一个大善人 他的小丑的装扮底下 隐藏着怎么样一个罪恶的 罪恶之心 然后是怎么样 就这样一句话 就相当于这个开头 取一个长长的标题一样 先给这期节目的人物定性 要讲到它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观众才能抓住 这个时候再来 再来就是讲究节奏的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好 所以讲我们看到这两期节目 都是看到一个特点 开头有问题 好 我再讲一下 这个布局 主持人这种讲述的方法 我们感觉到了没有 他用提示器 那用这个穿着打扮 表示这是一种 跟案件有关系的 侦探 这没有问题 这个装扮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讲述的 这个主讲人 比较拘谨 没有肢体语言 没有表情 没有动作 没有微表情 眼睛也不眨 然后眼睛盯着 这个是 我并不是讲不能用提示器 用提示器有方法 提示器里头 你可以看到 初用提示器 很多人 有问题的 就是说 他眼睛 头不敢动 眼睛在动 是第一个 做的不好的地方 第二个 眼睛不会正常的砸 我们正常跟朋友说话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眼睛会砸 因为这个砸眼睛 表示某种思考 表示某种停顿 表示某种 说话的节奏的改变 那么一度提示器的时候 因为好多提示器的话 他这个速度不可控 是个匀速的 所以生怕弄错 所以就导致 像怒目金刚一样这样子 生怕错过一个字 这个就是变成了什么 从一个故事的讲述者 变成了一个播报者 从一个聊天 这样一个轻松的节目 变成一个法治节目 就是像朝鲜电视主播一样 这种感觉 我讲的当然是夸张的 这个意思 但是你让别人 一旦感到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就不好玩了 这带有宣传 带有在规定时间 规定动作 把这个故事讲完 这种感觉 而不是很轻松 你看郭德纲说相声 拿起来 擦擦汗 放下 没有关系 这一点都不会影响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或者是节奏 所以要有动作 要有小动作 那么你是猫主人 你是猫眼看世界 就弄个猫 叫大家求订阅 对猫不尊重了 对观众也不尊重了 那有一个方法 你完全可以抱着猫奖 猫左顾右盼 在你这个桌面上 不老实的话 那就很好玩了 大家就是 不愿意盯着你眼睛看的人 可以看那个猫 所以这个猫 在这样一个节目里头 没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半项 你只是利用了猫 你现在这种做节目的方式 我都不知道 这个猫是不是你的猫 对吧 所以观众 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的真实性 立刻就降低很多 你又在读题词 你又在做这个 又没看到你跟猫的关系 然后你猫眼看世界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加一加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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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 使得你这个不可信 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 我不是那么感觉到 就是你跟我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 讲述方式上面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大家好 欢迎收看猫眼看人间 我是德福先生 我有一个前辈 年轻的时候从事影视行业 做过剧舞 制片 副导演 也跟过不少有名的剧部 虽然最后没有大黄大紫 但也是个很厉害的前辈 前两天 借着一次喝茶的机会 我把前几期视频 发给他求批评 他看了看说 嫩了点 不过还行 接着话风一转 小子你知道吗 我也是见过连环杀人犯的呀 我当时就惊呆了 之前一点都没听说过 怎么我开始做罪案视频了 身边认识的人 到一个一个的出来说 见过连环杀人犯 上次是公伦伯 这次会是谁呢 我说 老师 您吹牛了吧 连环杀人犯的多危险啊 难不成您也私立逃生吗 前面说 你想哪儿去了 连环杀人犯也不能 我干的时候 他们到宁夏拍电影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 老人女狗 改编自张贤 好 一分半钟 整个故事还没开始 也许你认为讲 这个故事开始 我开始讲这个前因后果 不是啊 这一期节目 大家要看的是 你知道吗 谢静拍了一个电影里头 一个演员狗 居然是吃过人肉 要从这样子讲 你还没这些信息 重要吗 对你讲故事的人很重要 对观众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这个是做节目 很多人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把自己说得很嗨的一些东西 把它讲到里头 要坚决大刀阔弧的 把这些东西砍掉 并不是讲 你一定不能讲 你的朋友 是这个剧组里头的人 你完全可以 但是呢 没有必要做这种渲染 讲得那么长 因为这个观众 是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的 他会跑掉的 好 那么 我讲这个东西不是瞎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拍过电影的明星狗 你看 拍过电影的明星狗 这一期节目 35%的 这一期的封面 是最差的一个 只有1.6%的点击率 为什么 我们回头看 这个节目里头 根本连狗都没有 这个封面 你要讲狗吃人 就找一个很凶的 这个大狼狗的 这样的封面 这个屠宰的地方 或者是去电影里头 真实的 那个拍电影的那条狗 剧照里头 弄一个在这上面 也会更好 所以这个封面是一个失败的封面 好 这个是一个真实性 就是说 这个狗 就是说 我不仅对这个电影有印象 而且里头 谁谁谁 是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你在后面讲故事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讲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细节 据我朋友讲 什么什么 那可以 你不能一开始就这样讲 这样子讲 把人全讲跑了 观众进来看的 不是讲你 你认识一个朋友 是电影剧组的 观众在意的是 怎么回事 这些一个吃人的狗 居然怎么能被谢剑 用到电影里头去了 你全面要把这个悬念 建立起来 然后才抽丝剥剑 你一上来 娓娓道来 没有用 观众跑了 好 我们就看 下面一看 好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这个问题 你就看这个 最受妇人欢迎的 这个金牌护士 悄悄杀了多少 然后他居然还是 什么什么什么没有 上来就要这样的讲 不是讲 护士在大家想象的东西 因为你讲这个东西 没有用 是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叫白衣天使 不是吗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 你一上来就要 跟大家的常识 不一样 这样才能吸引观众 所以你没有必要 做那种铺垫 直接上来 就是讲 在美国 或者我不知道在哪 哪里有一个护士 他这个护士 居然 他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再来讲 所以这个一定要简洁 我居然 就是说 我现在这次点评 你看我抓住这个开头来讲 其实其他的中断 里头故事的讲的 起承转合 全都应该按这种套路 来做才对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期 老师先生 一个热衷研究重大案件 和犯罪心理的人 我曾经走访警队抓逃一线 和警员一起拔酒庆功 也曾经采访杀人犯 听取他们临行前最后的心声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三晚我都会更新 还请多多支持 我的第一期视频发布之后 在我的朋友圈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好友列表里 有个不常联系的东北朋友 突然给我发消息 有空说说 加姆斯·龚润伯的案子 我说好的好的 一边迅速去搜索这个名字 一边问他 为什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他说 这是我的童年阴影 我到现在听见这个名字很害怕 这时候 我打开的网页 显示出来搜索结果 加姆斯228案 变态杀人魔龚润伯 残杀28名儿童 定案只有6名 这标题一看 就有现实和魔幻相结合的 浓浓的都市传说的 怪不得 好 那么这个故事 其实跟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前面这个铺垫 节奏没有能够抓住别人 就像拍一个恐怖片一样 你一上来 就是在海滩边上 又晒太阳又漫步 又是你情我浓的 这个节奏很慢 跟这个调性就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像 这是几十年前的一个案子 就影响 比如影响东北 或者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我居然有个朋友 戒去多少年了以后 还陷在他童年的阴影当中 或者是这样 他就是当时一个 就是没有被杀掉的一个人 或者是这样 这样就吸引观众了 对吧 这个真人 你认识的一个人 经历了这样一个东西 差点被连环杀手 干掉 大家就感兴趣了 不要做这样的 就发朋友圈 大家 这些东西 就是只对你感兴趣的 我经常讲的 就是朋友圈晒小孩 只有你喜欢 所有人都讨厌 不管你小孩 不管你小孩好不好看 可爱不可爱 只有你自己喜欢 所有人都讨厌 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子 人家对你这个 跟你这个朋友 你的朋友圈 什么关系 毫不在意 他第一次 他没看过你 他第一次看你这个节目 他只要讲 你讲这个故事 好玩不好玩 他是猎奇 一定要对这个观众 有充分的把握 谁看这一类的节目 观众是猎奇 好 我们再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猫眼看人间 我是德福先生 最近热播的韩国惊悚电影 电话中塑造了一个 女性连环杀人恶魔的形象 女主人公好心救了一个女孩 谁知道 却是揭开了恶魔的封印 女恶魔杀了一个又一个无辜者 直到影片的结尾 女主人公也没能 彻底逃脱她的掌握 这个女恶魔在 追击者 她就是刘永哲 刘永哲这三个字 看起数量最高的记录 刘永哲前面讲的就是 这个影子太长 你从一个电影引路来讲一个案件 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使得太长了 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 用后面的某个环节来提到 让你想到这个东西 可以 但是不要在这个片头的 这个30秒 这个宝贵的时间 偏提 你讲 我是买下一个副笔 告诉你 不是在读中学课文 被老师要逼得要写中心思想 这个时候你前30秒 他进来是看杀人比赛的 所以你任何这个东西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直接要么放到后面 要么不要讲 直接就上来 就是相当是开题 就是重点 然后后面相当倒序一样的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就对了 好 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的话 我只是挑一个例子 所以跟他讲 刚才后面这一段的总结 这就是变成八字节目的 我不认为做这一类的节目 需要做这一类的延展的评论 所以这是这个频道的 我看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可以讲 是我个人的偏见 看这一类的节目的人 他是猎奇 看故事会的这些人 他不是冲着文学性来看的 他就冲着这个故事来看的 看知音的是另外一类人 看读者文哉的是另外一类人 看这一类案件的 他就是要短时间来看一个故事 看这样一个比较惊悚的 因为是案件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比那个电影又不一样 那么他不需要你来进行 这个价值的评判 道德的主张 也不需要你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或者是一个警探来进行什么 你只把故事讲好 讲清楚 快节奏 讲得会声会声就行了 千万不要把自己 当作一个裁判这样来看 这样一讲 你在讲述过程当中 你在表述过程当中 都会出现问题 因为观众看的就 第一感觉 他就讲你太慢了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 是他对你这种腔调 他有本能的反感 但是他不是分析师 他讲不出来 但他看到他就不舒服 他直接会跳过 跳过 他不看 这就是反映出这个频道里头 你看到这个平均观看百分比 只有25% 你看到36 35 10% 18% 这一期是一个三十几秒的短片 所以80% 这个80%拉高了整个的百分比 所以整个的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视频的观看完成度 只有25% 是一个很低的 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人一开头 就受不了 然后在讲述过程当中 你不断的有点评性的东西 或者比较文艺性的描述这个案件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频道的下一个问题 我讲的就是讲述过程当中 要说人话 我这个很多人听到讲 说人话觉得我是在骂人 不是 说人话就是说 什么叫人话 就是我们私底下聊天 跟朋友聊天 那个就是人话 你一旦跟他讲 这个要上电视的 那个说的就不是人话 所以你不是法制节目 你不是做一个这个电视节目 那么所以你一定要 以一个口语化的方式 口语化的方式 并不是讲你不能有 这个不能使用提词器 这是两码式 你可以用提词器 有好多方法 比如说你 你这个眼镜比较大 如果左右能够看见的话 你可以把摄像机放远一点 距离远一点 就能够把灯光调暗一点 那么使得这个眼睛的轻微的愚动 别人看不见 那么你正常的这种面部表情 眨眼睛 离开 离开一下镜头 或者是来一个手势 这些东西都是能够使得 你的这个讲述的这个真实性 现场感能够增强 身体姿势的变化 可以放松 前傾 遇到激烈处的时候 你可以拿道具 你可以有各种各种各样的东西抓在手上 哪怕是抓一支笔 哪一个这个都可以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注意的 只是讲述故事 不要去评判 不要去发挥 不要去渲染 这个人生的意义 或者是道德的这个总结 把一个故事 会声会色 从逻辑关系 时间关系 把它理清楚 把它讲得清清楚楚 故事本身不多不少 像那些渲染的 我讲开头比较啰嗦的 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 对这个故事的骨干 没有什么帮助的 要坚决的把它砍掉 不要讲这个地方 我是很特势的 你的目标 就是要做成故事会那个样子的 就那么简单 我把这个故事跟你讲清楚 这个案件讲清楚就行了 你不要加带失货在这里头 任何的加带失货 观众都会不喜欢 因为这一类的观众 就是列齐来的 这个原来我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 就买那个法制日报 法制日报就是看那些 看那些案件里头 从那些案件里头去看一些 这个满足自己的好奇和列齐的心理 好 当然 我这个角色一杆子大翻 一传人 你可能讲太偏激 我们做这个频道 你是希望你的频道做起来 看的观众多吧 对吧 你是不是 我就讲文艺讲案 把一个案件讲成一个散文体 深度剖析 就像这个车祸现场的教育一样 非要把他看过一次 然后人生再也不去犯罪 你如果是要做这类节目 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做 如果你只讲案件本身 那你就好好把案件讲清楚 其他别加带失货 这样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好 现在回头再来讲 我讲他的标题 或者是这个内容选题有问题 有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看 杀 变态 杀人 毒杀 调 性工作者 奸淫 屠杀 这类节目 是不被 不宜大幅推广的 虽然不见得给你黄标 YouTube看见 你有这些东西 他就不会给你推广 他不会告诉你 你这个会黄标 你这个限制 你叫这个加上成人级 他不见得 因为他这个算法 他是个被动的 只有当你这期节目里头 讲了很多人来举报你 他会给你贴上 给你打上18加 打上这些东西 正常情况他不会 那么他所能干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 给你限流 不告诉你 不推广 那么他会知道的 在封面里头 和在标题里头 和一期节目的前面的30秒 尽量要避免这样子的关键字 哪怕你就是讲这个东西 你要用同意字 不要用这样子的 很容易就能让他看见的 这个打上标签的这样一个关键字 那么我个人的 当然这是技术处理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不要讲这些比较极端的案件 这个频道现在选题 有问题 讲的都是极端的 过于惊悚的 其实没有必要去讲 这么惊悚的这样的案件 你可以讲其他的稀奇古怪的 比较轻松的笨贼这样的案件 或者是比较滑稽的 或者是讲因果报应的 天王灰灰不见得非要杀人 这种东西的也挺好 那种案件 那么你呢 要增加更新频率 使得把这个节目往小型化做 往轻型化做 然后呢 尽量多出节目 像这一类的 你要去讲这种大案 极端的案件的话 就是没有新鲜感 因为这么多年 早就有人做过这样的节目了 你讲那些 巴西上个礼拜出现了一个什么 笨贼 这挺好玩的 比较新的 没多少人讲 然后又比较清亮 没有那么复杂 要你像探案一样的 做了三天去研究背景 两天写文稿 你可以讲比较轻松 就讲成一个演绎一样 扇子一打 今天我跟你讲一下 巴西出了这么一个笨贼 跑到人家家里头去偷东西 居然被卡在烟囱里头 大概这个样子的 或者是今天我跟你讲一下 那个十善多年的兄 孪生兄弟姐妹 居然最后几十年以后 做邻居 最后找到自己 这些东西都可以讲 范围要宽广 不要去只是讲 这个社会的极端 和黑暗的这些地方 这个东西是 平台在算法上 它会一致这一类内容的推广 所以不建议大家 去做这一类内容 好的 那么所以 这个频道的 一些问题是比较典型性的 所以我今天 等于是展开了讲 因为我看到 最近看到很多这个频道 有属于这样的 共性的一些内容 我借今天这个频道的话 给大家 等于提出来 不见得是针对 这一个频道主 我刚才讲这些改进的意见的时候 并不是针对这一个频道主特定的 所以 特别解释一下 这个频道主 本人德福先生 也不要觉得 觉得我好像对你太严厉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以前多次讲过 就是问题提出来了 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不再针对这个个人了 同样 你这个频道里头所展现出来的问题 我提出改进意见的时候 已经 不再personal 针对你个人了 我希望这一点的话 我生怕大家误解 所以我 都尽可能的 说一下声明 好 这就是这个频道 我看见的一些问题 希望以上的一些意见的话 能够 供你参考 谢谢 再见 谢谢